你谁啊 大早上敲敲敲 把小寡妇叫来 小小寡妇是谁啊 还能是谁 听月楼那个小寡妇呗 碰点声 正当贺东这破罗嗓子嚷嚷着 让人去找云南月使 一只竹筐贴着陆家下人的脑袋 飞了过来 稳稳地光济在贺东的脸上 抱歉 舍滑了 没能打死你 小寡妇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用竹筐偷袭我 我不是偷袭你 我是要杀了你 王爷因为你受的伤 你不仅要负责一只王爷 还要承拨王爷一日三餐 直指王爷康复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既然你听到了 为何不回话 我不想 干脆利落的撒字 对得贺东是哑口无言 王爷因你受伤 你得负责照顾王爷直指无恙 若不然 若不然如何 若不然我就天天去陆府闹 让世人都清楚 你一个小寡妇睡了我们家王爷 是乱中介的事情 让你的孩子们知道 他们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瞧一瞧看一看 小寡妇占了王爷便宜后 是乱中介 我们家王爷还因为她受了伤 可她不仅不敢 反而无行无义 一个女子竟对夜王做出这档下流龌龊之事 哎呦 扫头 也就是就是 作为女子不节身自好 勾引夜王不说 还恩将仇报害得夜王受伤 好无耻 好绝情啊 面对脑残滞胀的口口指责 云南越忍着将众人团灭的怒火 转头看向那挑事的就是贺东 别看我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每天按时给王爷复枕 每天坐上三顿 一顿饭 照顾王爷到康护 我们不仅不会找你麻烦 你还能得到足够的枕金 或者我们夜王府的侍卫天天上门闹 选吧 贺东 你早晚会死在我手里 小寡妇 怎么中间 没有反驳等回应 贺东向着云南越消失的方向挥了挥手 别管方法多恶劣 这王爷交代的事总算是办成了不是 回去不用挨揍了 四娘们 彩带挺疼 娘亲亲 你要干啥去 娘亲要出去一趟 你们三个不准乱跑 不能给陆叔叔添麻烦 知道吗 尤其是你 鬼主意最多 要听哥哥们的话 娘亲亲 你放心吧 我一定听哥哥们的话 那娘亲亲回来的时候 能不能给我买糖葫芦呀 好 要乖乖的 南越 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 敷个枕喂个猪而已 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 南越 杜泽谦想说 叶军爵知道你就是云南越 你这样去等于死头罗网 可这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南越不知道自己身份暴露了 叶军爵则一直将他蒙在鼓里 只要这层窗户只没有捅破 他仍旧有回旋的余地 在地叶军爵检查完伤口 他做了四菜一汤 房间中一桌一椅两个人 平日里一身悬衣蟒袍 不够言笑的九黄疏 有些不一样了 此为何物 辣炒朱里节 爆辣牛蛙 双倍辣四起丸子 变态辣黄焖鸡 辣羊汤 主食 辣椒蒸米饭 不是不能吃辣了吗 来呀 尝尝老娘神乎其神的厨艺 帮你吃上一口 辣到窜息 不错 本王原以为南岳是个分不清东南西北之人 也定分不清油盐酱错 这孙子 不会把伤口碰裂开了吧 叶军爵吞血第一口 睁开眼睛 准备加第二口食 明南岳一把将他手中端着的辣椒蒸饭夺过来 并且将四菜一汤 尽数倒在了桶里 坐好 南岳是在心疼本王吗 王爷多虑了 名副不知王爷不能食辣 为了不让叶王府的侍卫 到陆节去闹事 他呀 得尽快治好这孙子 也省得以后生出别的事了 另一边 留在听雪楼的小家伙们 也开始行动了 大哥哥 二哥哥 我们走 去找渣男爹爹报仇去 此时三个学乖了的小家伙 我走正门了 从这后墙 咻 翻了进来 别走散了 叶王府不比陆府 告诉你们 就当自己是瞎子 王爷看到他们 一定会心情大好 贺东警告着所有的人 别让三个小崽崽 以为他们被发现了 让他们乱窜就是 东哥 三个小家伙 不像是来找王爷续交的 你懂个六 这三个 可是咱们叶王府 正牌的小王爷小郡主 是万不可能 做出伤害王爷的事情 啥 东哥 你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情 先别告诉别人 你知我知 王爷知就行了 怪不得 怪不得他们看到 这俩小男孩的时候 就像见到了王爷小时候 感情这仨孩子 真是王爷的状 是他们叶王府的 小王爷小郡主 那太棒了 叶王府有后了 王爷牛逼啊 啥时候的事 东哥 您给咱们说一说呗 这事啊 咱是不能说 小星星 你藏在这里不许动啊 我和小叶 去另一座庭院看看 乖乖等我们 好 我会乖乖在这里 等着大哥哥二哥哥的 大哥哥二哥哥小心点 哇 好多蝴蝶呀 好漂亮呀 刚听到云星辰的笑声 看到那粉嘟嘟的小身影 高兴的来来去去 和蝴蝶玩耍时露出的笑脸 侍卫们的心囊 被蒙得不要不要的 小郡主好可爱呀 废话 你也不看看是谁的种 咱王爷的闺女能不可爱吗 诶 东哥 我有个问题啊 东哥 该不会 蒙面纱的小寡妇 就是云南月吧 平时看你二了八击的 现在怎么这么聪明啊 没错 小寡妇就是五年前 被王爷送入十八楼狱的云南月 记住了 王爷让咱们知道的时候 咱们才知道 王爷不让咱们知道的时候 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若是坏了事 你们一个个 当着挨军棍去吧 明白明白 咱们绝对守候如瓶 正当贺东等人爬墙头 看可爱的小星星时 在隔壁养伤的夜君爵 听到了银灵般的笑声 当某王爷起身来到院落 看到那道小小的粉红梅脊罐 和蝴蝶吸血时 深邃的眼眸露出一抹不解 小星星 本王叔叔 小星星怎么来了 本王叔叔 你怎么受伤了 一定是渣男爹爹伤了你 把你绑在这里的 渣男爹爹是个大坏蛋 无关夜晚之事 是我自己受的伤 夜君爵觉得 自己有必要让女儿减少对他的仇恨 毕竟本王叔叔也好 渣男爹爹也罢 你都是他 本王叔叔 你不用听渣男爹爹说话 渣男爹爹杀了我娘亲亲 又杀了你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我来给你呼呼 不痛不痛 通通飞走了 不痛不痛 通通飞走了 每一次我肚子疼疼的时候 娘亲亲都会念着不痛不痛的咒语 我的肚子就一点都不疼了 好神奇啊 我的伤口也不疼了 小星星真厉害 和你的娘亲亲一样厉害 我娘亲亲天底下第一厉害 我大哥哥和二哥哥天底下第二厉害 我天底下第三厉害 本王叔叔你能不能告诉我渣男爹爹在什么地方呀 我们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渣男爹爹 好不容易趁娘亲不再来找渣男爹爹报仇 可是我们找不到呀 原以为女儿翻山越岭是来看他的 可真相却是 他是来刀他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所认识的叶王倒是一个十分和蔼的男人 文桃武略 儒雅俊美 学富武车 年轻多金 是叶北国不可多得的温柔好男人 也必定是一个爵士好爹爹 叶君爵说着 他在墙头看戏的贺东等人 整齐话衣的皱着眉 他们只想说 王爷您自己听听 这话您信吗 本王叔叔 我虽然是小孩子 但我不是小傻子 渣男爹爹亲手送我娘亲亲入了十八楼居 江叔叔叔说 要不是当时娘亲亲咬着牙杀出一条血路来 早就被恶鬼生吞活剥了 江叔叔又是谁 江叔叔就是江叔叔 是爱哥哥的师父 江叔叔的剑术可厉害可厉害了 当然了 大哥哥的师父和我的师父也都是超级厉害的 但是娘亲亲才是十八楼居第一厉害的 小家伙说着说着就跑了题 念叨着十八楼居的家人们 说着云南月是如何将十八楼居的老少爷们走了个遍 叶亲爵蹲在云星辰的边上 听着女儿说着没有她的回忆 心中是一阵阵的愧疚 本王叔叔 我跟你说 江叔叔说 当年我们还小的时候 十八楼居的人都想去我娘亲亲给我们当爹爹 但是没有一个能打得过我娘亲亲的 我大哥哥和二哥哥要回来了 跟王叔叔 你先回去吧 不要让我大哥哥和二哥哥发现你 也不要让渣男爹爹发现你逃走了 这次匆忙 没能准备礼物 下次见面的时候 一定给你准备多多的糖果 好 那我们拉哥哥不许骗人 拉哥上吊一百年 不许骗 无论是一百年还是一万年都不会变 好了好了 快走快走 要是让大哥哥和二哥哥看到你 你就遭殃了 叶军爵万般不舍离开了宅院 但是离开宅院可不代表就走了 某王爷的身影藏在墙后 目光看向从院落中走出来的兄妹三人 不愧是本王的血脉 我不是很理解 小王爷小郡主明明是王爷的崽子 是咱们王府的宝 为啥王爷没有认下小主子们 反而 东哥 我怎么觉得王爷有点紧张 甚至有点害怕呢 应该没可能吧 王爷可是堂堂叶北国的叶王 别说人了 只要站在那里神魔都不敢上前招惹 为何会惧怕三个小孩子呢 是啊 为点傻呢 你没看到三个小主子要叨了王爷诉仇吗 很显然 小郡主还不知道王爷的真实身份 就是叶北国叶王 在小王爷小郡主的认知里 是王爷害得云南岳入狱受苦五年 他们要为云南岳保仇雪恨 王爷现在若是跳出来揭穿了云南岳的伪装 和三个小主子说本王是你们爹爹 那样的话 云南岳定会带着三个小主子 远远的离开叶北国 到时候 王爷不就妻离子散 人才两空了吗 是 咱们可以找路角麻烦 牵制云南岳 已是可以 可是 已是呢 所以说 王爷一定是要准备循序渐进的 采取迂惠柔和的手段 一点点的下手 取得小主子们的信任 从而将他们娘四个 以往打尽 王爷这招高明啊 那是 你也不看看咱们王爷是谁 尽管贺东吹牛逼吹得哇哇的 可是他也发现了 王爷在面对三个小主子的时候 是很紧张的 还有在面对云南岳的时候 难道说这几次相处 王爷对这小寡妇有了别样的感情吗 王爷继续顺 还是起来吃饭 过来 扶本王一些 方才在女儿面前的叶军爵 能倒拔垂扬柳 现在在云南岳面前的某王爷 哎呦那是柔弱的 风一吹 他就倒了 男女授授不亲 本王是你的病人 你是本王的医师 何来男女之分 本王吃完饭 南岳便可以回去陆府找看孩子了 一步上前 冷着脸的云南岳 搀扶叶军爵起身 下床 可是某人像是没骨头似的压着他 就让人很烦 王爷 何事 你是肩膀受了伤 不是双腿截肢了 太疼了 本王忘记了 云南岳严重怀疑 狗王爷是故意的 尽管一再提醒 可是从床到桌子 这短短几米的距离 叶军爵恨不得让他背着走 这是什么 闻着很清新 不同于方才 红彤彤亮汪汪 全是辣椒的菜 面前的四菜一汤 加上一碗正常的白米饭 散发着别样的香气 叶军爵拿起筷子 夹起一块 似花朵的菜肴 放在口中细细的咀嚼 从未有过的芬芳 在唇齿间绽放 嗯 像是吃到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夏天一碗米饭 还吃啊 吃太多对伤口恢复有害无力 不准吃了 拿走了王爷的碗筷 平南月将饭菜收在石盒 丢给贺东 吃了 或者喂狗喂猪 随便 哦 贺东呜了一声 又看了一眼叶军爵 就拎着石盒离开了 准备将剩下的饭菜都扔了 只不过 什么味这么香啊 当石盒打开的一瞬间 饭菜的香气瞬间占据他的鼻腔 有那么好吃吗 哦 也太好吃了吧 啥玩意这么香 东哥 你吃啥呢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世界美味 你先和娄的大掌勺做的还好吃一万呗 哎 你啥时候拿来的馒头 给我一半 我沾汤吃 我一样 分我一半馒头 原本要喂猪喂狗的剩饭剩菜 就这么为了叶王府的事呗 那盘子都舔得油光蹭亮 狗看了都流泪哦 伤口包好了 饭也做了 袁南月准备下班了 可转身之时又让某人拉住了裙摆 有事就说 还请王爷别这么拉拉扯扯的 我可没卸卖裙子了 等本王入睡后再走 坐在椅子上的叶军爵 没有松手的意思 他微微抬头 深邃的目光对视着云南月幽深的凤谋 看得是那么的入神 抱歉 本人拒绝陪睡 本王头疼症发作了 又十分的困惑 只是想让南月陪在本王身边说说话 待到本王入睡之后便可离去 枕金按照时间来算 每一刻钟白银万两 餐饮费另算 半眯着眼眸的云南月 衡量着利弊 但是吧 这人呢 总不能和钱过不去三 对吧 上床 使劲 云南月像扶着老奶奶过马路一样 硬生生扶着叶军爵 躺在床上噎好了被子 就差唱上一首摇篮曲了 这躺在床上的某王爷 他也不生气 本王也去过陵南国 陵南山美水美人更美 南月家中可还有旁人 除了三个孩子外都死绝了 南月似乎很厌烦你的夫君 似乎 不是似乎 是非常厌烦 他死那天我尤其特别非常高兴 犯法了吗 王爷 你睡着了吗 本王已经有了困意 叶军爵缓缓缓的闭上眼睛 但十个喘息的时间不到 他又问 南月为何会屡次迷路啊 我蹬行吗 何伟 蹬 我 泥马 叶军爵总算是睡着了 临睡之前说着明日想吃的菜 都是云南月没有听过的菜名 呵呵 老娘没玩着一般穿越剧情 叨死你这个死渣男 你就谢天谢地吧 还有鼻脸点菜 治屁去吧 看了一眼睡过去的王爷 云南月关上了房门 在一众叶王府侍卫的目光下 云南月无视贺东等人 消失在叶王府的尽头 但是不久之后 本该离去的云南月 又绕回到贺东等人的面前 看什么看 送我回陆府 某女人坚决不承认自己在叶王府迷路的事 麻蛋呢 弄这么大院子做什么呀 养猪们 我说啥来着 我就说这女人得迷路 小狗风 求人办事 态度好一些 贺东臭屁的走上前 要五合六的 让云南月对他客气点 可还不等他嘚瑟够本 云南月 一脚踹过来 贺东 这么一躲 你干啥 小狗风 我警告你 这里是叶王府 叶王府又怎么了 我不能打叶军爵 但打死你还是绰绰有余的 你敢打我一个 你还真下手啊 但我们叶王府没人了是吧 云南月敢下手打贺东 但贺东可不敢还手打云南月呀 只能被追着到处跑 偶尔还踹上鸡脚 疼得呐挖乱叫 最终 鼻青脸肿的贺东 送云南月回到了陆府 走之前 满眼怨念的看着他 咬牙切齿的说着明个中午 还来接他去给王爷做饭 云南月懒得搭理他 转身回了陆府 一日 中午 鼻青脸肿还未消散的贺东 准时准点驾着马车出现 满眼哀怨的盯着云南月 冷哼一声 转过头 不搭理他 马车启动 从陆家离开 前往叶王府 到了 马车停在叶王府的门前 贺东下了车 见云南月久久不下了 没好气的提醒 到地方了 该给王爷做饭了 要是王爷饿着 王爷有个三长两短 他们叶王府全体老少爷们 一定和云南月拼命 我说 这个小寡妇怎么摸摸起 小寡妇 你 双手捂着鼻子 可那鼻血流的哇哇的呀 看得叶王府一众侍卫 纷纷皱着眉 小寡妇王妃下手可真狠 惹不起惹不起 是南月夫人 是南月夫人吗 我们家姑娘是何将军家嫡女 何嫣然 我们家姑娘是圣上清点赐给叶王的妃子 你应该明白 以后叶王府是我们家大小姐主家的 小欢不可胡言乱语 南月夫人见谅 我家小欢性子耿直 若是说错了什么 嫣然 带她向南月夫人道歉了 说着何嫣然 又是俯身一礼 代替丫鬟赔罪 大小姐 您和她道歉做什么 要不是因为她供应王爷 王爷也不会被迷惑退了婚 害得您成为众人的笑柄 小姑娘 问你个问题 你说你们家小姐是圣上赐婚 以后就是叶王府当家主母 可一会儿又说叶王退婚了 那 你们家小姐到底是赐婚 还是被退婚了 你 还有 我是叶王的医师 并非你言语中的勾引种种 两位若是要找麻烦 还点出门左拐 且没有时间和你们玩家家酒的游戏 秦南月 你完蛋了 你完死蛋了 这话让王爷听见 你等死吧 不理会和燕燃主仆二人 云南月转身进了叶王府 小欢想要追上去 却被叶王府的守门侍卫 拦着门外 闲杂人的 不得踏入叶王府半步 那为什么这个狐狸精能进去 侍卫看了一眼气势汹汹的小丫头 也懒得跟她解释 抽出腰间的大刀 哼哼 为什么 就是因为小寡妇是王爷明媒正取的妻 就因为云南月是云南月 大小姐 您别气馁 有圣旨在 王爷一定会取您为妃的 守卫的侍卫 看了一眼和家主仆离去的背影 笑出了事 老前 我跟你赌二两银子 小寡妇和何家大小姐之间 王爷看都懒得看一眼何妍然 这他娘的还有赌的价值吗 你一见几老子兜里那几个字就直说 这不是又没钱喝酒了吗 南月 在做什么 做饭 吓呀 他不再做饭还能再洗衣服吗 设上赐婚 将何家敌女何嫣然嫁与本王为妃 本王拒绝了 王爷和我解释这些做什么 本王只是想澄清与何家的关系 免得误会 王爷多心了 没有解释的必要 王爷要是想吃饭的话 还请您圆润的离开厨房 安安静静的回房间躺着 要是不想吃饭的话 你他娘的继续做 本王 别说话 于南月不想听叶君爵说一个字 真的 他怕自己绷不住 踏上为女主复仇的举情 一刀劈了这狗王爷 南月 和本王说说你夫君的事情 一个死了八年的人 没什么好聊的 王爷若是想了解他的话 晚上让他托梦给你便是了 八年 南月的孩子方才五岁 王爷这么喜欢聊 别人家的八卦的事情吗 别人家的事情与本王无关 本王只想知道南月的事情 比如南月的夫君 是做什么营生的 我夫君卖吹饼的 有个当官的弟弟 后来落草为寇了 还有个好朋友 叫西门大官人 王爷还想知道什么 消毒了伤口 宇南月回身 从医药箱中 拿出白布准备包扎 可谁知一个不小心 踩在了叶君爵 弄断的擀面杖上 叶君爵眼疾手快 一把将他揽入怀中 听到厨房有响动 担心有外人趁着王爷受伤来行刺 一直在外巡逻的贺东周延等人 纷纷踏入厨房小院 怎么说呢 就是吧 他们觉得离哀君棍不远了 他们看见什么了 这天要下雨了 该收衣服了 是呀 收衣服 走走走 我去收衣服 对对对 走走走 南月的脸怎么红了 王爷 你要是想弄死我 那可不被这么费尽周折了 生气了吗 不舍得放开怀抱中那一抹柔软 叶君爵自知做事理亏了一些 这五年来 本王从未抱过任何女子 力度或许重了些 下次本王注意 什么 你他妈还有下次 坐下 包扎伤口 还有 别和我说话 林南月指着椅子让他坐下 重新消毒后 又拿出白补包扎 任由王爷问什么 他就是不回 本王饿了 叶君爵的目光 盯着云南月 看到他隐忍着 要将自己碎尸万段的样子 心底下 不知生出了一丝温馨的暖印 他察觉到 自己很喜欢看到云南月 炸毛就不能发作的样子 异常的生动 给叶君爵包好伤口之后 某女人压制住随时可能喷涌的怒火 包了一盘饺子 吃 南月这样回陆家的话 孩子们看到你身上的血迹 也会担忧的 见他要走 叶君爵命令贺东 带着云南月到后宅换衣服 虽说讨厌叶君爵 可他这话没错 云南月跟着贺东 去了叶王府的后宅 在几个大箱子里 挑着女人的衣服 看啥呢 只能拿一件 这些衣服可都是仙王妃的东西 仙王妃 对呗 云家的嫡女云南月 我们叶王府的女主人 当年云年常用他女儿的身体下毒 害得我们王爷中了毒不说 他的女儿也跟着毒发 陷陷身亡 后来好在王爷仁慈 把他送到十八楼屿修养 送去十八楼屿修养 是举修养 还是自生自灭 脱下身上带血的白衣 云南月从箱子里 挑了一件淡绿色的长裙穿上 离开了后宅 五 四 三 二 一 当贺东倒数五个数之后 离开的云南月折回来 广 一脚踢在他身上 大陆 小寡妇 你求人办事 能不能和善一点 我也是堂堂夜王府的侍卫 你当我是什么 群鹿狗 你 哼 被形象的比喻成 寻入犬 贺东 字牙咧嘴 恨不得咬死云南月 这么凶狠恶毒的小寡妇 是怎么生出那么可爱帅气的小王爷小郡主的 一定是上天开眼 让仨孩子都随了王爷的优点 贺东在心里骂骂咧咧 驾着马车 送云南月回了陆府 喂 明天早点出来 滚 又让他滚 臭娘们 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打你是不是 我贺东可是夜王府一等一的侍卫 在战场上杀敌无数 你敢骂我滚 来啊 弄跳啊 当然 云南月早就踏入了陆府 贺东才敢对着他背影发火泄愤 小王爷小郡主来了 全体装下钟笼 哇 大哥哥 二哥哥 你们看 好神奇啊 他们居然睁着眼睛睡觉了 睡着了 云烟挑着眉 几番试探 确定这俩侍卫的确是站着 睁着眼睛睡着了 走 撒小宝宝 捏手捏脚离开了别院 又到下一个地方继续寻找 而装睡的侍卫也恢复了正常 云烟小王爷更像王爷 别看俊美儒雅 可和王爷一样 深邃的小眼眸里藏着腹黑 我倒觉得云烟小王爷更像王爷 冰冷傲骨一言不合就到了对方 咱俩刚才要不装睡 现在估计升天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 小王爷小郡主啥时候认祖归宗啊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 王爷都得配合三个小主子演戏 可况是咱们 刚才小郡主夸咱们睡觉睁眼就神奇呢 对对对 小郡主太可爱了 天下间怎么会有小郡主这么可爱的孩子啊 好萌啊 叶王府好大呀 渣男爹爹到底在哪里呀 王爷有命 让他们引小主子去书房 咋引倒 想办法呀 于是乎周延和侍卫唐川 故意出现在三孝之面前 王爷最近也不知怎么了 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书房 咱们王府有两个书房 哪一个书房啊 当然是南边的书房了 能看到山山水水和百花的书房 王爷是不是得病了 自从在大街上看到那两个孩子后 就经常失神 你说那俩孩子会不会是王爷的私生子啊 书房的门和窗子是开着的 戴着面具的叶君爵坐在窗边 余光紧紧的随着三孝之的身影而动 面具下是温暖的笑 叶君爵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被二儿子拿剑 威胁着生命 面具下做爹的某王爷眼眸微调 生出几分不悦 哎呀 哎呀呀 这该如何治好啊 你 你 你为什么会有我送给本王叔叔的蓝色小心香 一向以冰冷无情著称的某王爷 一下子心慌了 糟了 忘记拿下来了 你们三个小家伙胆子不小啊 敢闯入夜王府 刺杀 有何不敢 你身上 为什么会有我送给叔叔的小行星掉坠 闯入夜王府行刺 你们可知该当何罪 能越过重重阻碍出现在书房 小子 你很不错 叫什么名字 夜王不需要知道我们姓是名谁 只需知道 我们兄妹三人是向夜王你来讨债的 讨债 对 讨债 名言 拿出一块清单 白纸黑字上记录的 是云南岳母子四人所耗费的花销 这是王爷欠我娘亲的债 一共是 一千三百二十一两百银 长子是打算 和他清算一切 然后断绝关系 别乱动 即便是木剑 我也能置你于死地 你为啥会有叔叔的蓝色猩猩吊坠 云星辰第三次问 很明显 小家伙不耐烦了 攥着小拳头要冲上去 向他问个明白 哎 他们干嘛呢 娘亲亲怎么来了 完蛋蛋了 娘亲亲要知道咱们在夜王府 小屁屁会被打的 听到云南岳的声音 不但是云星辰 云言云叶 乃至夜君爵的眼底 都散过了一抹慌乱 叶王呢 书房呗 王爷有伤不能上朝 不在房间里躺着 就只能在书房呗 还能在你被窝呢 我时间紧急 给叶王重新包扎再做饭 不要赶回陆府了 王爷在书房呢 跟我进来吧 别 见贺东领着云南岳 踏入书房小院 周延等人 想要出言阻止 却为时已晚 完肚子了 王爷 您自己要多服吧 还有东岗 明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都烧一些纸 保证你在地下 左右右抱 王爷 小寡妇要把您 云南岳一脚 踹趴下河东 直接踩在他身上 走向书房 云南岳伸出手 还没碰到房门呢 站在门内的男子 又率先一步 打开了木门 而房间里 本该存在的三小只 却是不见了 拿掉面具的 叶军爵低着头 深邃的眼眸 微微低沉 对视着云南岳 如同深海一般 幽兰 不见底的凤眸 动心了吗 明父是来给王爷换药的 还请王爷 别浪费时间 明父还有自己的事情 要做 书房里有三只 可爱的小老鼠 不方便换药 我们去更大一些的房间 说着 叶军爵踏出书房 很自然牵着云南岳的手 结果自然是被他甩开了 男女有别 还请王爷自重 有别无别又何妨 南岳是医师 何必在乎这些凡文入节的规矩 看着光天化日说骚话的叶军爵 云南岳 看来王爷的心情不错 定是因为伤情也恢复得不错 既然如此 明日起 明父便不再来夜王府了 云南岳话音刚落 刚刚还满嘴撩骚的某王爷 脚底气一软 那时说倒就倒 整个人向着云南岳压过去 头晕 想吃南岳亲手包的饺子 王爷 请您松开 不 除非南岳答应包饺子 松开 妈蛋哪 这笔猪都沉的重量 压得他腰快断了 他脑子进水了吗 五年前的狗王爷不开口则已 一开口就是要人命灭酒族 现在呢 这是吃了啥过期食品吃坏脑子了 暴虐凤疲高冷的人设呢 这狗吃了吗 答应本王包饺子 本王便松开手 包 我包 调整好呼吸的频率 云南岳再一次转身 踏着贺东的身体 离开了书房小院 叶军爵松了口气 深邃的眼眸 看向书房里 躲在屏风后的三小只 还好 没有被发现 父子四人平安度过这一劫 是男人 下一次便从正门踏入夜王府 我叶军爵随时恭候 这次算你命大 下次我定取了你的性命 屏风后传来云叶冷酷的声音 云炎则是半捏着毛子 看着叶军爵渐消失的视线 小星星 你想到了什么 渣男爹爹竟然让娘亲亲包饺子吃 我都三天没吃到饺子了 渣男爹爹好可恶 兄妹三人离开夜王府 而且是在重视为目光下 光明正大 从正门走的 云南岳给夜军爵换药之后 踏入厨房包饺子 为了避免昨天那种事发生 某女人将门关了个严严实实 可这门关上了 窗户却堵不住夜军爵的脸 半靠在窗边 某王爷一手煮着下巴 一手轻轻 打打打 敲着窗檐 发出咚咚作响的声音 烦得云南岳真想把他也剁不剁吧 一块煮了 王爷在看什么 南岳没有看本王 又森植本王在看你 夜军爵很确定 他就喜欢看他炸毛 不得劲的样子 十分生命 看着眼前恨不得把自己剁了的女人 五年前的一幕再一次浮现出来 柔弱哀求的是他 拿着剑 威胁做出浪荡行为的也是他 如今蒙着面纱带着孩子归来 却不和自己相认的还是他 林南岳 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呀 南岳 你恨你的夫君吗 为何这么问 这里就只有你与本王二人 聊聊家常 家常有什么好聊的 您是高高在上的夜王 不会喜欢我们平民百姓的凡尘俗事 南岳的夫君是不是做了不好的事情 所以你才不愿提起他 才会对他心生恨意 王爷为何非要知道我相公的事情 顺道友情提示一下 宁夫在夜王府的每一刻 都是收费的 想知道便是想知道 顺便回一句 本王有钱 叶军爵学着云南岳的语气 一句本王有钱 更是惹得某女人心中是娃娃吐槽 奸臣贪官狗王爷 你的钱还不是搜花名指名高得来的 行啊 你舍得死 老娘就舍得来 我是被迫成婚 我是被迫成婚 扎爵为了一些我记不得的阴谋 把我当成礼物送人了 后来 我相公就死了 死得老鸡不惨了 何伪鸡波 形容词 夸大的意思 很厉害 红色雷 666一个意思 比如 南岳很鸡波美丽 夜君觉 我敲你答应知道吗 敲你答应 南岳还没说完 后来呢 没后来 人就惯了 被错过杨徽了 我们母子四人 离开了伤心地 她知道自己在云南岳的口中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又是坠落悬崖 又是被马车来回的碾压 总之 她说的多过瘾 自己在故事里就死得多惨 南岳今年多大 四十五 好 正巧 本王比你大五岁 今年整五十 那南岳喜欢什么 钱 也巧了 本王钱多 南岳还喜欢什么 我喜欢王爷 您闭上嘴一个字也别说 好吗 你是在向本王表白吗 虽然本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本王不介意 等等 我表了个什么白啊 方才南岳说喜欢本王 王爷 才能把话听全吗 我没说我喜欢你 我说我喜欢王爷 您闭上嘴 看 你又说了 我没有 有 没有 没有 碰的一声 云南岳将锅里的饺子捞出来 也不管熟了没熟 连盘子一起 躲在叶军爵的面前 他忍着已经抵达灵界点的怒火 夺门而出 离开厨房的云南岳 静止走向叶王府的大门 而此时 从马车上下来的叶天臣 也步入了叶王府 这是谁家美丽的小娘子 莫不是黄淑欣娜的妾 你说什么 你是黄淑欣娜的妾 可为何要戴着面纱 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说着 叶天臣指着常扇 就要撩开云南岳的面纱 只见一袭暗红色锦衣华服的叶天臣 被云南岳一记过肩衰 夹在冰冷的地面上 叶美国 天起盛世 五年春 圣德皇帝叶天臣 与叶王府门口处 被白衣蒙面女子过肩衰 至右臂脱旧 随即白衣蒙面女子扬长而去 不知踪扬 负责记录皇帝日常事务的起居郎 拿着笔记录下眼前发生的一幕 而躺在叶王府冰冷地面上的叶天臣 凝视着湛蓝的天空 也看着渐渐走如实现的叶军爵 九皇叔 真被人打了 沈沈教训侄子 不碍事 哇 娘亲亲做的饺饺 果然是世界上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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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味的饺子了 好幸福呀 别急 拌一些吃 饺子有些烫 陆泽谦夹了一个饺子 放在托盘里 等到他凉了一些 才夹起放到云星辰的碗里 奄然一副慈祥宠女儿的老父亲的模样 陆泽谦 别太惯着小星星 他会得意忘形的 小星星叫我一双二爹爹 做爹爹的 自然要宠着女儿才是 别在 您陆家大公子单身人设 别因为我崩了 明晚清玉班有一场演出 我们带着孩子一同去看看 也便于你观察一下 好为清玉班写剧本 给清玉班写剧本 但愿放心 我与清玉班的徐老板相识已久 徐老板不会因为你当日的无心之举 错失了你的才华 娘亲亲 要不你就写 卖炸弹的小女孩的那个故事吧 何为卖炸弹的小女孩 这个呀 师娘亲亲给我们讲的睡前故事 安徒生童话故事 教育意义可深了 于是乎 零星辰将这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说给路泽谦听 后来 可怜的小女孩一个炸弹都没有骂出去 她又冷又饿又想念慈祥的奶奶 便在寒冷的冬夜里点燃了一颗炸弹取暖 然后碰的一声 全小镇的人都捡到了她的奶奶 听到故事的结尾 陆泽谦的表情有一些僵硬 那小星星能不能告诉二爹爹 你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什么人生哲理呢 有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服就干 干不过就上炸弹 乃月 孩子还想 以后还是莫要再讲这些故事了 我哪知道小煤气罐会悟出这些道理啊 云南月嘟囔着 那个时候吧 是为了哄他们睡觉才说这些故事 可谁知道小崽子们寄到现在 京都有一间不错的小学堂 等过些日子平静了 我想送云岩云夜和星辰去读书 当然 一切我来操办 多谢卢叔费心 但我们年纪还小 求学知识不及于一时 宝儿 跟着娘亲 让你们受苦了 不解 当解了骆子尖的读之后 就离开夜北窝 去陵南国也好 去哪个国家也罢 娘亲一定给你们找最好最好的学堂读书 让你们拥有正常孩子所拥有的一切 能陪在娘亲身边是儿子最大的幸福 又何来受苦啊 对啊 娘亲亲最棒了 做饭好吃 医术厉害 打架 公事天下无敌 娘亲 是最好的娘亲 哎呀 向来很少开口说肉麻话的云叶 这句话说出来 哎呦 惊得云南月原地蹦起 二宝 再说一遍让娘亲听听 娘亲刚才没有听清楚 再说一遍就好 一遍就好吗 好感动啊 二宝夸我了 超开心 二哥哥再夸夸娘亲亲吧 娘亲亲可高兴了 可是无论云南月和云星辰 一大一脚如何撒娇 脸红得像熟透了的螃蟹的云叶 就是一副好话不说二遍 英雄绝不开口的架势 陆叔 尝尝我娘亲包的三鲜馅饺子 这边 听雪楼的气氛是温馨美满 那边 站在墙头的某王爷 那是酸得要命 站在一旁的贺东摇头 添油加醋砸不嘴 吃的饺子还是三鲜馅的 给王爷您吃的就是个肉团子馅 如此天差地别对待王爷和陆泽谦两人 回了王爷还为云南月摆平了殴打皇上的这件事情 谁料他转身就给别的男人包饺子 还三鲜馅的 贺东眼巴巴的看着 一位自家王爷感到不值 也馋云南月的包饺子 有一说一样 小寡妇厨艺真不赖 比那仙赫楼的人间美味 还要强上百倍 王爷 不是卑之故一条事 陆泽谦摆明了就是对云南月心存不轨 平行尘 你已经吃了很多饺子了 不许再吃了 可是 可是我没有吃饱呀 妹妹 你真的不能再吃了 你都已经吃了一盘饺子了 大哥哥 你 难道你也被黑暗势力吞噬了吗 我娘亲亲连起手来要饿死我这个小可爱 妹妹 妹妹 娘亲和我都是为了你好 吃的太多又要肚肚疼了 来小可爱 为娘这个黑恶势力的头头想和你聊聊人生 实时务者 为俊姐 爱 该怂就得怂 对不起 娘亲亲 我做了 我这就乖乖洗手刷牙睡觉着 娘亲亲晚安 小星星还是个孩子而已 什么黑暗势力 不过是小孩子随口说手的玩笑话 你也给老娘乖乖的回望月轩睡觉去 南月晚安 明日我再来看你 陆泽谦温柔的笑了 说了一声晚安 就离开了听血楼 小样 还说老娘是黑暗势力 老娘就是 怎么了 不服啊 不 娘亲亲最厉害了 天下第一 超级厉害 睡觉 我要抱着娘亲亲睡 我稍晚晚的 好嘞 娘亲亲快快哟 我要木奶奶 拼血楼的墙上 正要离去的某王爷 听到女儿说的那句 脚步微微一顿 王爷 要杀回去给陆泽谦一个警告 贺东以为王爷停下来 是要派他去做掉陆泽谦 其实某王爷心里想的是 明晚清语般演出 本王不希望有人打扰 卑职明白 他懂的 他都懂的 王爷是想着和这小寡妇私会 至于陆家这边 那好办呢 找些麻烦事 拖住陆泽谦 又不至于把他给杀了 这样呢 就能给王爷和云南月 制造出独处的空间 说不准 这王爷还能收获独妇的心 不是不是 是美人的心 又能顺利的拿起小王爷 小郡主 两拳 那个奇美 一日 夜王府 云南月 颠着脚尖 拿着消毒棉签 沾着药水 擦拭着夜君爵 肩膀上的伤 夜君爵呢 则是赤着身子 直立着 双手背在身后 任由云南月 在伤口上折腾 云南月自认为 他在这女人堆里 那身高算是拔尖的 可是和眼前 这电线杆子一比 又那差了一截 而且这狗王爷 故意把个腰板 挺得直直的 这不存心为难他吗 想让老娘开口求你 做你的春秋大梦 云南月搬来一把椅子 踩上去 继续拿着消毒棉签 吐着他的伤口 南月宁可搬来一把椅子 也不愿意求本王坐下吗 我若是让王爷坐下 王爷肯听吗 见面 就是一脸大冤肿的样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媳妇给你戴绿帽子呢 你不说 又何知本王不会去坐 那王爷倒是坐下呀 本王坐下了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啥呀 然后处理伤口呗 还能干什么 准备从椅子上跳下来 给叶军爵爆炸伤口 可是脚底下这椅子 忽然间翻了 云南月刚要稳住身子 下一秒就被叶军爵 两人倒地上 叶军爵在下 云南月在上 王爷 敢问一句 我哪里得罪你了 我哪里得罪你了 有事直说便是 何必踹着椅子呢 本王没有 说谎的人 会被大灰狼叼走呢 放心 本王打得过畜生 那王爷可比畜生还要厉害啊 佩服 正当俩人倒在地上聊人声的时候 贺东和几名夜王府的侍卫 突然出现了 这几人本想禀报边关的啥 可谁知道 看到了辣眼睛的一幕 王爷呢 你们看到王爷了吗 没有啊 王爷去哪了 可能在书房 咱们去书房找找 同意 去书房找一找 这几头货呀 怎么进来的 怎么原路退出去 即便叶军爵和云南月 就在几人眼前几米开外 他们也全当是瞎子 看不见看不见 不会是咱们王爷 就算受伤 也不影响战斗力 那是 你也不看看王爷是谁 上次青云寺知道吧 王爷和小寡妇 好几个时辰 才从青云寺出来 东哥是说 小寡妇把咱们王爷 睡了那次 对 就是那次 我可是亲眼瞧见 王爷和小寡妇 一山不整 一千一后的上了马车 而且在回来的路上 小寡妇还禁了王爷呢 说起来都扫得慌 他们在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睡了你 你亲了本王 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没问亲你的事情 我问的是我什么时候睡了你的事情 亲了本王十三次 夺了本王的清白 等同于睡了本王 谁睡了你啊 鬼才愿意睡你呢 反倒是王爷你 无端闯入洞穴 看我换衣服 要赔偿 也是你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如今还反咬一口 说我睡了 本王愿意负责 本王看了你的身子在先 你亲了本王在后 于情于理 本王都要对你负责才是 您不需要王爷负责 好 本王清白之身被你毁了 此事该如何是好 我何时毁了王爷的清白之身 何况你什么时候有清白之身 自然是那日 那日 一语双关呢 叶君爵口中的那日 就是从青云寺 折返回京都的马车里 云南月摸摸搭了他十三次的那天 当日是因为马车颠簸 名副不小心才啃了王爷几下而已 十三次 行 就算是十三次 当日名副不小心触碰了王爷十三下 是名副的错 裴贤也好 盼我入狱也罢 至此之后这件事情就当从没有发生过 本王拒绝 你毁了本王的清白是不争的事实 难道南月想让天下人都知道 本王被你占了便宜 却不负责吗 世人口中嗜血无情冷酷残暴 杀人不眨眼 人人敬畏如杀神的男人 在面对小寡妇的时候 所表现出的那完全是一个正常男人该有的样子 那叫聊得一手好骚啊 他们跟在王爷身边这么久 那真是见王爷第一次对一个女人耍无赖 那是真无赖啊 东哥 咱们王爷被糟蹋了 小寡妇不会真不负责吧 应该是王爷在上面 小寡妇在下面 俩人的姿势颠倒了呢 你不懂 王爷就喜欢这口 你看小寡妇骑在王爷身上 还不忘给王爷整理头发呢 鸭的鸭 云南月抄起一把椅子 向着贺东等一群长蛇工 呜 扔了出去 王爷的伤势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寻常医师就可以为王爷包三伤口 王爷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夜王 我只是一个带着三个孩子过活的母亲 还请王爷莫要因为一时兴起 让我为难 南月认为本王在戏耍你 难不成王爷心悦于我 你怎知本王对你无异 叶军爵起身 一步一步的上前 压迫感十足 他每向前走一步 云南月就后退一步 一直到被逼迫到冰冷的门板 退无可退 王爷义我什么 是你与我之间的悬殊身份 带来的优越感 还是你一时兴起的新鲜感 是王爷觉得我与众不同 享用您庞大的权力 将我禁锢在您编织的牢笼中 等王爷玩腻了再帮我捏死 我与王爷深爱就不是一路人 以后各自安好 话音落井 云南月抬起右手 推开夜君爵挡住去路的手臂 正要转身离去 自死之后再也不踏足夜王府 可是他刚转身 他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道 揽住了腰身 夜君爵一把揽他入怀 扣住怀中女子的长发 吹开面纱 随即暴风骤雨的吻 袭了过来 攻城掠地 是肆意的掠夺 任由云南月 如何挣扎 撕咬 夜君爵绝不放手 两人的口腔中 早已被血腥味灌满 鲜血顺着唇角流下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夜君爵 这才恋恋不舍地抬头 舔视着嘴角的血迹 和那残留的一抹芳香 味道不错 南月还欠本王十二个吻 夜君爵 你 就在云南月 即将一掌祭出 准备送夜君爵归西之时 面前男人身形忽然一晃 眼睛一闭 向前摆车 重重地压在他身上 起来 怎么一对一单轻 我数三个数 再不起来 我拧断你三条腿 一 二 三 四 别以为装死就能糊弄过去 夜君爵 被压在身下的云南月 摸着夜君爵 紧向着动脉 瞬间皱眉 你们看什么看 再不来帮忙 你们家王爷就真他妈死了 快 快把王爷抬上床 小寡妇 你等我做什么 王爷余毒发作 赶快给王爷瞧病啊 你也知道王爷有伤在身 就不能温柔一些 非要墙上吗 就是 一点也不懂得怜香心悦 你们再多逼逼一个字 我先送他借野望 再送你们陪葬 夜王中的什么毒 你相思 五年前云家嫡女在新婚宴 给王爷下的毒 虽然大半的毒都借了 但还是有余毒在身 每每发作起来 头疼欲猎 无法入眠 还伴有昏厥的现象 念相思 三日之后将枕金送到陆府 顺便拿药 可彻底解了夜君觉的念相思之毒 别走啊 王爷醒来 若是看不到你 贺东想拦着他 结果被云南月 一个眼神吓回去 明日 我不想在陆府门前看到你 云南月 离开了夜王府 大宝二宝 你们也来看看 正精彩着呢 娘亲和妹妹看戏就好 儿子不喜欢看男男女女之间 俗套的爱情故事 儿子也是 娘亲亲 他们好可怜呀 明明 明明那么想成为一家人 天上的坏单身仙 就要将两个人分开 每年才能见一次 哎呀 不哭不哭啊 瞧把我们小宝感动的 哎呀 三郎 为你风 为你狂 为你狂狂撞大墙 三郎看这里 首先感谢诸位的关心 三郎已经伤痴痊愈 今天演出结束以后 我们清玉楼会举办感恩活动 到时候各位 都有机会上台领取专属奖励 说完 玉三郎 一脊飞吻 纵是惹得台下众人一波 娘亲亲 二爹爹怎么还没有来呀 二爹爹答应他 会买好多种口味的糖葫芦 可是这戏剧都演到中场休息 还不见二爹爹 好想吃糖葫芦 你们三个乖乖的 听到没有 娘亲去给你们买冰沙 不准乱跑 雅尖在三楼 卖冰沙的商贩在二楼 云南月走到三楼回廊 准备下楼去买冰沙时 身侧的雅尖房门打开 后来 伸出一手 将他拉紧 更是牢牢的禁锢在怀里 又抓到你了 叶军爵 一手揽着腰 一手壁咚在门板上 云南月抬头看着面前的男人 眼睛里都是讨厌 真的 是真烦 王爷 我中午给你包扎伤口 下午在大理寺监牢 再次见到你 晚上又在这儿遇见你了 你烦不 你不烦我烦啊 我真的烦得嗷嗷的 本王不烦 每次见到南月 心中都会涌现出 万千一样的感觉 不信南月摸一摸 可感受到了本王的真心 可感受到了本王的真心 真心没感觉到 我只感觉到 王爷您发烧了 叶军爵的体温出奇的热 一看就是伤口发炎导致的高烧不退 生了病了不养着 跑出来瞎胡闹 真觉得自己是妖孽 活得长呗 王爷 我奉劝您还是回家吃两副推烧药 赶紧休息去啊 不等某女人说话 叶军爵眼睛一闭 整个人的重心 压到她身上 又是那一幕熟悉的戏码 又是熟悉的姿势和熟悉的人 又冤又冤 你他妈以后别叫叶军爵了 改名叫若柳浮风 叶带玉算了 本王只是疲累小气而已 听得见 要不我杀人灭口吧 现王爷也不会找我麻烦了 费劲巴拉的把他推开 云南月起身要离开 却被某王爷一把抓住手腕 留下来 陪本王 我不走 鬼去给你买药啊 闭眼睛睡吧 我等一会儿回来 云南月睁开他的手 离开了房间 云南月 别骗本王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一盏茶 一炷香 半个时辰 叶军爵都没有等到云南月的归来 云南月 你可知欺骗本王的后果 叶军爵一直盯着房门 眸光深处是隐隐的期待 他期待着云南月的出现 可是随着体温越来越高 他的意识也渐渐模糊 直到一道熟悉的声音 在耳畔响起 真是 多大个神啊 明知道自己发烧还坐地上 这脑子有坑灌满水了吗 这是 云南月费劲巴拉的扶着叶军爵 到椅子上坐下 动作粗鲁 掰开他下额 然后将各种花花绿绿的药 全塞进他嘴里 那举动和胃伤口也没什么不同 喝水 本王要你喂 像前几次喂药一样 嘴对嘴喂给本王 快的你毛病 显然云南月没那个耐心 继粗暴喂药之后 更是粗暴地捏着他下额 将一杯冷冷的水 蹲蹲蹲 给他蹲进去 本王嘴里苦得很 吃了吧 缓解缓解 云南月指着桌上的冰纱 拽了拽衣服 想要走 可谁知这货力道极大 除非把衣服脱了 还能挣脱能松手吗 你回来的好晚 本王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南月身上好像 叶军爵 男女瘦瘦不侵 松开 本王要吃沙冰 放开手 就在这一时 门大一道小小的身影 寻生走了进来 哦 娘亲亲 你们在做什么呀 娘亲 在给病人看病 怎么跟来了 不是让你在屋子里等娘亲吗 哦 大哥哥和二哥哥在下棋 人家觉得无聊嘛 就跟着娘亲亲来了 小家伙端着冰纱 爬上椅子 想要陪着云南月 一起给病人看病 可当他看到娘亲口中的病人 刚刚塞到嘴里的冰纱 啪了叶军爵一脸 叶军爵微微摇头 示意他不要声张 就当咱俩不认识 对不起叔叔 因为 因为你长得太帅了 一下子就真见到我了 没关系 你是谁家的小娃娃 简直是世界上最可爱 最漂亮的小女孩 父女俩一彻一鹤 多少有些僵硬 我是我娘亲亲的宝贝 我叫云星辰 叔叔叫什么名字呀 我是你娘亲的病人 也是你娘亲的追求者 所以小可爱 你觉得叫我什么好呢 看着妻女就在眼前 却不能相认 某王爷内心是无比的煎熬 那我叫你帅叔叔好不好呀 好 小可爱喜欢就好 其实 父王更喜欢听你叫爹爹 某王爷压制住 父女相认的冲动 俊炎上老父亲一般的慈爱 看得云南越是直皱眉 他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好像叶君爵和女儿早就认识 娘亲亲 原来你买多的一杯冰沙 是给帅叔叔的呀 冰沙超好吃的 帅叔叔你快尝一尝 很甜 对呀对呀 甜甜的 凉凉的 但是 娘亲亲做的冰沙 它是最好吃的 哦 还有还有 娘亲亲做的炸鸡 羊肉串 烤羊腿 煎饼烤鸭 酸菜炖大骨头 我娘亲亲做的饭 天下第一却 帅叔叔 你要不要来尝尝我娘亲亲的手艺啊 我美丽的娘亲亲会做好多好多菜呢 只要吃上一口 把这帅叔叔就沉浸在我娘亲亲的温柔香里 即便不吃啊 叔叔也沉醉在你娘亲的温柔香中 轻难自拔了 听着女儿和叶君爵不恰当的用词 云南月的手 一人一个暴力 什么温柔香 你个小崽崽在哪儿学的词语啊 还有 小孩子不会用词 你这么大的人也不会用啊 刚才戏文里不是提到了 醉倒在温柔香里吗 人家还以为是赞美的意思